韭菜炒鸡蛋呢,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吃 韭菜鸡蛋炖粉条,保证你没吃过 跟着我一起学制作吧 首先准备点红薯粉条,提前用凉水给它泡软 用剪刀给它剪成短一点的段 再准备一把韭菜,清洗干净之后 把这个韭菜切成小一点的段 空碗中打入三颗母鸡蛋 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留着备用 锅中烧油,油烧热之后放入提前打好的鸡蛋液 全部炒熟以后盛出备用 锅底留油,葱花红干椒 咱们给它炸个锅 少来点一品鲜的酱油 炸出香味,放入两勺的清水 放入提前泡好的红薯粉条 炒熟的鸡蛋 调口精盐味精鸡精 少许的老抽,上个颜色 开锅之后小火炒至两分钟 让食材更加入味 出锅之前呢,来点韭菜段 开大火翻炒均匀 这小餐就可以出锅了 看看这小餐有没有食欲老香了 有句话说得好啊 好吃不过家常菜 如果你也喜欢家常菜 给小果点个红薪加关注吧 感谢您的支持 对我的大胖脸蛋子点两下